大众增资小鹏7亿美元 我很贫俊 该怎么理解 这只是你往前的一步 为什么是小鹏 盘了好久 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 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政策又好 用户群又大 供应店又全面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戏 该怎么理解 大众选择小鹏的理由 就为什么是小鹏 他说他实际上最想找到一个是 技术很纯粹的公司 我很高兴看到大众从去年 跟很多厂商都在聊天 最终选择了小鹏 因为小鹏在智能化上做得是最好 而且是从理念上 我认为最吻合大众的想法 真正进到全球化 有很多的方法 但我觉得最佳的是科技法 大众是其中一家 小鹏也是其中一家 但大众已经做到全球化很强了 小鹏现在在中国还在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点吧 我觉得第二点 我反复说做人做企业都是一样 说到要努力做到 我相信这两点 可能就是大众选择小鹏汽车的原因之一 从小鹏的角度上来讲 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第一个我希望在汽车领域 我找到有一家既是朋友又是伙伴 也是老师的一家合作伙伴一起来共进 把汽车做得更好 包括在供应链上 包括在造车的方法上 在汽车的质量跟过程上面 我觉得大众都是非常棒的学习的对象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汽车一定要走出去 做大 但是还不是真正意义地做墙 我们期望和大众的合作 能够走着全球去走得更好 更快 你后面要有项目主 你要把事情做落地 落地要有效率 有质量 大家要双赢 双方都满意才能是有质量 你自己满意那就是输了 有一些声音会觉得 这个是我们技术的变现 您怎么看这个事 大众需要来看 的确是它获得了 我们在AI上的一些服务的能力 对我们来说也有收入 但对我来看 这是商业中间水到去沉的一个事情 它是不错的 但是从更长期 我们还期望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收入 但对于一家汽车企业 从一个10年20年来看 这只是你往前的一步 纵向拉到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 那连一步都不是 两方都看了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再整体地看一下 整个事件 这一场大和小的联合 对于中国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和对外开放有着怎样的意义 以及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 会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我比较开心的就是说 大众是一家非常强大的汽车技术公司 也是最早期的公司之一 我觉得他们能够愿意变化 我是很看好大众的未来的 同时我也觉得是 我们总算有一天也有些技术 让世界的其他的强者也觉得 你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互相学习是 下面数十年中国企业家 中国科技创造 中国高质量发展 还是要做好的事情 我现在进入到这个高质量 制造里面越久 就越觉得我们的要变化 要成长 要供赢的点太多 这真的是 一定世界是一个圆的 您刚刚提到的一个词 互相 您觉得这个互相互相在哪里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小朋友 也对于大众 彼此需要磨合的点 或者是需要克服的困难 您觉得有吗 我觉得肯定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 说到努力做到 我觉得这才是互相的基础 共享成功 是比共同困难还要难的 中国的汽车行业的全球化 这个齿轮其实刚刚转动 然后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小鹏想要在世界舞台上 发现更大作用的决心 未来这五年 有什么海外布局的计划吗 今天下半年开始 是我们海外2.0 我们的P7 我们的G9 进入到欧洲的几个国家 进入到以色列 我们希望明年 进入到数十个国家 而且大部分是发达国家 车行也是这两个 我们明年还会加上G6 然后我希望2025年 就两年以后 我们希望把中国的 最好的自动驾驶 这一代版本 也开始放到全球去 让别人觉得 你不光是造车 你还是希望做一个 很智能 可以不用我开的车 然后经过再新过一代 能够像一个准无人驾驶 甚至像全无人驾驶的进步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想出去的 我不想做一个 只在中国的公司 我想做全球公司 我也不想只是 拼效率 拼成本 出去的 我想能够让他们看到 不一样的科技的产品 中国我认为是 全球最好的 把硬件的高质量 跟软件的高质量 组合在一起的国家之一 我觉得是有能力的 我觉得中国有挺多企业 都在这个努力